2023澎湖海上花火节明日即将登场 受惠于疫情趋缓解封 澎湖旅游人潮再度炮棚 4月至6月份空运及海运航班几乎百万克满 有养殖业者修达商机 抢搭花火列车 推出澎湖优先评价生蚝 让旅客可以大旦、镇港澎湖生蚝蜜 养殖业者陈连生表示 不少人中外生蚝 因此有海中美味皇后之称 生蚝商机无限 台湾每年从国外进口数百顿生蚝 市场需求相当惊人 为了让旅客可以享受镇港澎湖生蚝 去年10月份开始大量投入放养 希望能够打开新铜路 今年大概产值会有一个量20到30万克 30万克是不是 对对对 从去年下的苗 去年下的苗 想说借着我们这个花火 我觉得顺风车 可能不能来推广一下我们 去年下的苗 苗苞生蚝 应该这样讲我们苗苞 苗苞海洋的苗生蚝 苗生蚝超甜美的 吃了以后那个嘴巴都会回干 对 目前预测大概 应该是下个月左右可以到达200公克 是 大概一颗 现在定价在100块钱左右 就再停价一颗 进口进来它 它整个甜度都跑掉了 是 进口进来它经过长时间它把那个甜度都跑掉了 而且它价格也比我们高了 是 我们鲜度也比它很好 而且我们澎湖羊的 母粒跟生蚝都是超超棒的 据悉澎湖生蚝行销通路多元 除了提供餐厅制成美味菜肴 近年来海上平台及烧烤店崛起 生蚝 牡蛎更是桌上新宠儿 还有游客买回民宿自行烧烤 市场潜力无限 再加上单体售价每个月百元平价供应 渴望成为花火节强势商品 进而带动澎湖优先商品销售热度 达到县府 业者 消费者 三赢的局面 我们澎湖生蚝现在已经导入澎湖优先的调商了 是 它是有品质保证的 是 有检验过的 反正等一可以生吃的东西都没问题 是是是 这个可以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是 我们县府也有它的工权力 可以造成三赢的局面 我们业者也可以多少的收入 是 陈连生表示 近几年市场充斥越南进口牡蜜 号称台湾科 对台湾牡蜜养殖业者伤害颇深 有鉴于此 决定投入生蚝养殖以做市场区隔 目前已经通过澎湖优先认证 首批约20万颗生蚝 经过半年的时间养殖 体型已达每颗150至200公克 预估5月份正式销售 每颗单体生蚝售价约100元以下 欢迎旅客来游澎湖赏花货 大胆 生蚝美食 记者王海龙报道 作词 3 4 卦 4